有得看 沒得用的唇筆 下集 歡迎大家又回來了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唇筆 你見到我們這次會教Rendering的概念 即是做了一張真的相片 你見到它的效果都比較相似的 和真實的物品 我們還會做Appearance 即是它的物料 簡單講一次可以怎樣教 還有Sense Setting 這次是重點會教的部分 它會教燈光和鏡頭 還會教Detail這個功能 讓你可以貼貼紙上去 首先我們去到這個隨意門的地方 我們九粒點點按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到不同的練習 之前你自己畫過的東西 會在九粒點點這個地方 我們叫Data Panel 好了 我們現在開這個叫Render的功能 Render 就是做真實的相片 你見到剛才的飛機好真的 好了 開出來之後 你就會見到另一個介面 由左至右就是順序地做的物料 上次也有教你們 這次我們會做一個叫做 Envolvement的練習 你試一下按一下 Envolvement裡面 不同的Envolvement 將它拖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燈光會變了 等它一會 你就會見到真的不同了 但是為什麼背景一樣呢 沒錯 因為我們這次 仍然會保持原本白色的背景 有白色的背景 在做化妝品之類的產品 就不用在Photoshop再退地了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Evolvement 而不選擇原本的顏色 這個有機會我們遲些會再調整 這次我們選擇了其中一個顏色之後 我們就會去C setting裡面 正常的setting 你見到剛才指著那個按鈕 就是會調整的地方 這次我們還會在這裏 看到有一個叫做Focal Length 就是焦距的地方 我們這次選擇55 一般如果你有用數碼相機 你就可以知道35至55 一般人眼看東西的角度 下面我們現在教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會做 將照片定好的框架 等你之後看的時候 不會亂的錯了 好了 我們這次選擇16比9 這個比例 讓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到上面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的 包括它的燈光光度等等 但是這次我們主要 就集中在剛才教的兩樣東西 Focal Length和它的框架裡面 旁邊你會發現有一個茶壺 等待我們會用的 上次你也用過 好了 現在我們再提一次物料 你可以雙擊Double Click 這個物料鍵你就可以把它轉成顏色 我們Close 好了 我們這次 回到Decal Decal是什麼呢 就是貼紙了 Decal只要你選了 它的面 之後你開一個Select Image 選它的圖片 那你就可以把你預設的圖片 包括網上找到的圖片 放進去 記得你要用png檔案 才有透明效果 今次我也是選了Rule Paris 這個品牌 放進去 你又可以上下左右移動 控制它的箭嘴 甚至可以打斜 如果你發現它調轉了 旁邊有一個叫Flip 的東西 在下面 即是兩顆鍵 你就可以按它 好了 現在OK了 我們暫時先用這個樣子 再按一下 Decal還可以Edit 如果你發覺錯了 你可以將它上下左右移動 包括側邊 上面下面 甚至轉彎都可以 還可以放大縮小 只要調一個對的角度 就可以了 按完之後按OK 它就會變回正常 我們留下這個角度 接著按Render Render這個茶會 一按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 讓你選擇 很恐怖 怎麼辦 我們先選一個最簡單 比較大尺寸的角度 先做 好了 我們今次選好角度 和比例16比9之後 我們就可以Render了 你見到剛才按Render之後 下面有兩個綠色的按鈕 我們再試一次給你看 你見到 先選一個大小 按一下 好了 你見到旁邊有個比例 然後按Render 它就會Render了 剛才動了一束 再Render之後 你動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角度不同了 它會Render那張新的 如果你Render 不是有那邊的話 它就會加進去 好像剛才下面有個2號 就變多了一個 你同時也可以開蓋 再關蓋 按燈膽 你就可以令到它 變成一個 有不蓋和沒有不蓋的東西 好了 如果你按屋子 又會變回原本那個地方 不同的角度 你會看到不同的效果 正側虎 就是我們所說的 Ophographic 如果你把它變成 Create Component 從Body 它還可以變成一個零件 不過我們這次不用 直接把它移開 因為這個是比較初步的練習 所以不夠深 我們現在把Move這個功能 把它移開 變成放在旁邊的 進蓋 這個筆蓋 這個筆蓋在旁邊看下去 會更加像 更加自然 你試一下把它放大 縮小 放回正確的效果 你可以按 剛才我們現在 晚上中你看到 這個好像旋轉功能的東西 你只要按一下 你就可以將它 水平地旋轉 你看到 這個垂直旋轉法 或者 你按中間Mouse 鍵 令到它 Render 我們這次再按Render 加一個尺寸 OK 照原本那個 你就可以按Render 藍色的Render 就是按了之後 它會在雲端做Render 雲端Render 有一個好就是 你的電腦 無論多厲害 或者多差 它一樣可以畫到 我們試過有同學 會用MacBook Air 一樣可以Render 不過效果當然會慢很多 但效果是一樣的 這個特別功能 是一個旋轉Render 的Movie功能 你只要按了 剛才那個 立方看的 旋轉戰咀圖圖 按一下之後 我們就可以教它 不同的尺寸 然後我們選擇 36Fremes 考你了 36Fremes 還是6Fremes 可以嗎 我聽到同學答 是的 沒錯 是36Fremes 給個仔細的 很多朋友都問這個問題 其實你們不用問 只要你們自己試一次 就知道效果 得到這個旋轉的東西之後 今次的練習就完成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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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